接著是立體 這在圖上面有六個事件 哪六個 遺人殺言成績 有個逆斷層 有個嚴脈 下面有個輕蝕面 這上面有個輕蝕面 總共有六個事情 第一個暗道圖我知道發生過六件事 第二個誰先發生誰後發生 誰先發生誰後發生 立言先成績 為什麼 他在最下面 立言在最下面 最底下的最先發生 最上面的最後發生 所以立言先成績 立言發生什麼事情 輕蝕 他被侵蝕到不平 不平 所以呢 接下來發生的是 第一個輕蝕的事件 立言被侵蝕 然後上面再蓋一層 殺言 殺言 你自己把 往上面再上一層 所以再來就是殺言成績 所以先立言成績 然後再來殺言 然後 然後 然後為了鹽脈跟斷層 誰先發生 符形上是鹽脈切斷層 斷層切鹽脈 斷層切鹽脈 對不對 所以該先誰發生 鹽脈發生 鹽脈 鹽脈有噴出來 噴出來會成熔煙瘤 比較會成熔煙瘤 噴出來有一個熔煙瘤 所以大概就是鹽脈 你剛剛就產生一個斷層 來切開 切開 然後是現在的輕齒 最上面的輕齒 那些熔煙瘤都輕齒掉 就是這樣 所以 這一張符合先後就是這樣 立言成績 然後立言輕齒 然後殺言成績 然後延脈 然後斷層 然後現在輕齒 你就排出先後事序 這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請問 有人有問別嗎 這裡有一個圖 總共有 啵劍式 哪啵劍式 ABC 三個層基 甲鹽脈 乙鹽脈 兩個鹽脈 三個輕齒 所以總共加起來 啵劍式 這第二件事請你排次序 用12345678排 數字小表示在前面 數字大表示後發聲 待會請你站起來回答我的時候 你就念數字給我聽 12345678 把你的次序念給我聽 數字小代表先發聲 數字大代表後發聲 數字小先發聲 數字大後發聲 請你排次序 12345678 把你叫起來的時候 你就回答我 12345678 把你的數字念給我聽 把你的數字 念給我聽 把你的數字 念給我聽 好 好 告訴我你的答案是多少 請排先後次序 用數字排 數字小先發聲 數字大後發聲 好 給 可以嗎 我 還是在等一下再來問人 等各位一分鐘 等各位一分鐘 等各位一分鐘我就要找人問啊 把你叫起來 你就念數字給我聽 12345678 把你的數字 念給我聽 一下 字幕才是21號 現在換個女生 6號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的可爱的六号 六号大姐在哪里 六号 你懂 六号是谁啊 可爱小女生 来 念数字给我听 Please louder 然后 七四 一 三 五 二 六 八 请坐 七 四 一 三 五 二 六 八 欢迎歌 30 30号 大哥 谁啊 你的答案 七 四 一 三 五 二 六 八 跟你答案一样吗 你是七 四 一 三吗 跟你一样对不对 七 四 一 三 五 二 六 八 很好 请坐 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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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有吗 没有 十七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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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12号 12号 可以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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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答案 他 他们两个都是七 四 一 二 五 三 你干什么啊 你是七 四 一 三哦 请坐 你跟别人不一样哦 他们七 四 一 二 一 二 七 四 一 三 你也是七 四 一 三哦 很好 好 答案 帅哥 美女 谁最先发生 A A 在最下面 A 在旁边呢 乙言脉 不用看他在上面 A 完之后 到底是先发生 轻蚀还是先发生 甲言脉 如果是先轻蚀再喷甲言脉 讲过了 那要喷出些熔岩流 有没有 有熔岩流吗 没有啊 这个要什么意思 先有甲再有 请问你想一下嘛 我的言脉那一根 他被他的轻蚀切开 切断了 断住了嘛 有没有 结断 所以甲言脉被结结 所以甲言脉先发生 A B 这个轻蚀 轻蚀完之后是成绩谁 成绩B嘛 B完之后 又回到的是 乙言还是轻蚀先 因为应该还一样嘛 应该是乙言脉先 再来是 B C 这个轻蚀 然后再来有个C 然后再来有个现金 所以答案是 所以答案会是 有问题吗 请问帅哥美女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有 真的吗 这是个地层 没有上下导致 请判断发 他这里有说 请判断发生哪些事 可是后面没有问题 这里有什么事 这里有三个层肌 有一个延脉 有一个断层 这上面有个青层 OK 好 请问 叶言跟立言 谁先行程 然后为什么知道 靠什么知道 刚才 刚才那些谁啊 刚才那几个人起来 那三个人起来 刚才那三位起立 来 会了讲话 叶言跟立言 谁先行程 然后为什么知道 叶言先行程 你说话 谁先行程 为什么 你说 叶言先行程 叶言先行程 根据叠基法在下面 所以他先发生 所以他先发生 好 下一题 火层颜迈侵入在叶言前 叶言后 然后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赛哥难 赛哥难 换你啊 为什么 你怎么知道 为什么有这么多无聊人士啊 你怎么知道的啦 你怎么知道的啦 你说 根据结切原理 好 因为呢 盐麦切开了 沙盐 利盐跟叶盐 所以他切开 切别人的是后发生 被切的是先发生 受影响的是先发生 影响别人的是后发生 所以 解切原理 后发生 请问你火层颜迈在断层的前后 还是无法判断 火层颜迈 前后还是无法判断 9号 9号是谁 还要转过来 要转好多 为什么无法判断 为什么无法判断 你说 我们用简单的说 我们用比较简化的方式说 是因为我们的断层跟颜迈没有互相结切 但是我跟你讲过了 你不可以因为没有互相结切 就直接说不能判断 要看看图上面有没有第三者 我跟你说过了 我就考过 A跟B没有互相结 就是可以判断 这个C可以帮助 所以 简化是因为没有结切 所以判断 这叫做 判断 好 这里是一个考试的重点 会考学生 好像很多遍 就是画一张图 请你判断先后次序 所以你学习的重点也一样 就是要判得懂图 能够判断先后次序 就这样 下课